大家也都很認真 有的是空腹空的肚子來聽課 不錯真的要有這種精神 要有求法之心 玄奘大師的那種畏法而粉身碎骨在所不喜 那種魄力那種決心 如果你能夠有這種決心魄力的話 那成功就很快 今天是當然說應援好是很好 就是說終點有這樣的地方 那我們終點在這裡來上課大家可以聽 但是今天是真的大家是你們在這邊 然後我過來這邊上知道嗎 以後如果大家繼續再深入 也許有一天我在哪裡 如果是真的你是為解脫而來的話 那就沒有距離了 你真的為解脫的話 我們是超越時空的 我在哪裡 那只要我能夠幫得上你忙 那我都會好保留的協助 OK 好 我們再看十三張的三法印 這一張三法印 很多人應該都知道這個名詞名相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三法印 我們這裡所講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 如是觀者明真實正觀 你看這裡就是告訴我們 無常苦無我 這是你要好好的進入深觀深入去體悟 這樣才叫做真正的真實正觀 你想像你不是說這樣參一個問題 參一個話頭或是參一個公案 在那裡參參到我會說我欺負我突破 如果你那個突破 能夠真的讓你去了誤無常苦無我三法印的話 那可以 如果你參了那些公案 那你還是沒有讓你真正測證無常法印 更重要的 沒有讓你真正做到體證到無我的話 那那些的參 那只是讓你心設下來 讓你能夠更深入去找問題 去觀這樣而已 它是一個過程 不是說這樣就到達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下一步要怎麼再繼續深入 好 無常無我是實相是真理 片身心內外一切都是無常無我 眾生若對無常無我不能如此升官 就會背道而馳 就會與大自然的運行法則抗爭 苦於是產生 這前面我們已經講過了 苦地 它是來自於 你不了解 大自然的運行法則 背道而馳 好 我們再看第二節 色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色則比亦無常 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雲何有常 事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色則比亦無常 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雲何有常 無常則是苦苦則非我非我則非我所 這裡就是在告訴我們無常的實相真理 這裡所講的色它只是一個代表 前面我們都有講過了 它色它只是一個代表五因 也就是我們的身心 而且這又是要推論到其他的六界 地水佛風空世這些 還有內六根外六層 內六入處還有根塵世這些全部都包括 所以我們要知道就是說它只是一個代表 那這些呢 我們身體的這些色身包括我們的心理 都是因緣聚合之後而生 這就是緣起 緣起 那你看它的元素它的原因呢 它本身就是無常生命變化 那它組合起來的這些色身 怎麼會是恆常不變呢 對不對 所以由變動不居的這個原因 這個元素它所組合起來的那個成品 它也必然是原生原美 所以因為前面已經有講過 所以我們這裡重點精彩的是在後面第四節 那這裡因為前面我們已經有講過 那讓大家了解就是說無常無我的實相真理 它是超越時間超越空間的 那重點這裡有一個重點就是 107月的第一行下面這裡 是受想形式都是無常 也就是說我們整個心裡 我們整個感覺 絕受這些 它都是無常生命變化 事也是無常 而且還告訴我們 這個事是因緣而生產生的事 你看這裡面要慢慢去體會 很多又在那裡 這是地極事 那是地極事 我們要去抓地極事 我們要去找出地極事 然後不然就是換另外一個名詞 我們要找出那個自性 要找出那個不生不滅的佛性 佛陀一直告訴我們 無我無我的實相真理 這個我它是原生原美 它都是一直撒那變化 但是我們偏偏一直要去找一個永不變的我 無我 無我是無我 但是我們要去找一個真我出來 我們要去找一個永不變的自性出來 所以映勞就把這些它解析出來說 這樣你如果沒有深入法藝的文師基圖 很容易落入真場唯心 很容易落入真場唯心 那這跟佛陀所講的那個無我的法院 背道而詞 不知道 因為這個很深 大家要慢慢地去體會 慢慢地深入就可以提升到 好 如果一個人你真的能夠體悟無常 第一個要貫測無常法院之後 然後再來要體悟到無我法院 這是都是實相的存在 你背道不了解背道而詞才會有苦 這苦就是這樣產生 以前我們這個都有講過 所以就不再重複講那麼多 但是現在就一個是無常再無我 你如果真的體悟到無我 你就會更深層去體悟說無我所 那你要現在大家慢慢修行 文師修 你那個無常體悟越來越具體 那這個無我你也會越來的 你的體會越深 包括你的身心的柔軟 都是那個我 它已經慢慢地在軟化了 本來這個我頂屁屁 現在開始柔軟 柔軟 所以身心的柔軟 都已經漸漸地在慢慢地去體悟無我 慢慢地去體重著無我 但是還不是真正做到無我 只是在這個過程 那你一分地體悟無我 你那個我所 你那個抓取 這個我所就是我所抓的 那個我所你就會體悟到 無我 那你就可以體悟到 你自己本身都做不了主 你怎麼又能夠去主宰別人 所以對那個我所的抓取 你也就會越來越放鬆 本來放不下的 你也漸漸能夠放下 這樣知道 所以說能夠進一步地體悟無我所 你能夠真的讓身心的柔軟 你對別人的主宰 對別人的掌控 對別人的那種抓取 就會漸漸地放下柔軟 會尊重 一方面也比較會隨順因緣 本來都那種自我的意識很強 要主宰 我意識就是這樣 要照我的意識去做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當你慢慢體會無常無我 你會體會一方面尊重對方 一方面你會隨順緣起 但是你這樣處理這種過程 你不會說那我做事情 我這樣打迷糊仗含糊 那又不是 那是沒有智慧 那是不知道緣起 我們再來看第三節 107這裡的法醫分享第二 第一的這裡大家參考 因為我們前面也已經有講過了 第二法醫分享的 不明實相與抗拒無常苦救產生 能如此正觀宇宙人生的實相法則 就會厭離往昔愚次的抓取與貪愛 不抓取與不貪愛 不叫流水逆流而上 已符合幾億 不與無常法則抗爭 苦救消失而解脫自在 這裡面你要慢慢去體會 你本來都一直的要叫流水逆流而上 我這事實比較明顯 讓大家去體會 你要慢慢去體會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常常這樣 要去改變那個無常的法療 我們都想去改變那個無常的法療 事實已經發生 我們偏偏不願意接受那個事實 你要叫流水逆流而上 但是偏偏不如一知識十之八九 什麼IH有什麼天不寵人怨 因為事實上不是老天在跟你作對 而是你不願意接受那個無常的法療流動變化 你就是有你的要 有你的不要 你想去掌控 想去主宰 想去改變 所以有的人就想 好 我修得神通廣大 我就可以去扭轉 我就可以去做一些神通奇蹟 那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如果這樣的話 佛陀神通這麼廣大 他的祖國怎麼會魅亡 佛陀這麼神通廣大 他怎麼可以讓他父親死掉 所以這都會告訴我們 佛陀就是了知無常真理事項 也告訴眾生你的苦就是來自於 你不明瞭然後就是要跟這個無常的法療在那裡對抗 那這樣苦就會產生 好 第三節這裡 你看 慘妥與諸彼秋 我已知色無常 受想行事無常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內盤即昧 慘妥附言 然 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己不可得 愛盡離欲內盤 此中雲何由我而言如是之 如是見 四明見法 他說 人家跟你說了 你這樣不對 他第二遍還是這樣講 第三遍也是這樣講 所以這裡有講到就是說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虐盤即昧 我們看法域分享這裡 無常 苦 無我 這是處在苦海中的三法印 這是此案眾生通用的法則 無常 無我 虐盤即昧 這是宇宙人生的實相 是永恆存在的真理 這是究竟解脫者所契入的十項世界 意稱彼岸的世界 注意 這兩個法印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同 一個是無常 苦 無我 這是處在苦海中的眾生的三法印 無常 無我 虐盤即昧 你看 這是解脫者的世界 這裡面就是他了悟實相之後 不再背道而馳 不再逆流而上 所以那個苦地 那個苦消失了 處理的那個苦海 所以處在涅槃其境 涅槃其境它是代表告訴你 那個是極樂世界 那是解脫的世界 不是這樣 坐在那一口人坐在那這樣 這樣都是這樣 趁頭不會叮噹 那才叫做內盤即昇 不是這樣 而是代表一個心性 那是一種 安樂 安詳 柔軟 沒有苦的世界 了悟實相 了悟真理 遠離顛倒夢想 很多修行人 這裡禪陀他所反映出來 那個心態是歸納在第三點這裡 很多修行人 很多學佛者 雖然知道無常也很會宣說無常 雖然很會談空 包括內盤即昇那個都是 雖然很會談空 但內心深處卻很怕空 主要都是深層的自我 我慢在作祟 那個自我抓得很緊 很怕無我 很怕消失 因為這方面 你要文思修正 不斷地慢慢地深入 你才能夠去體悟到 像禪陀比丘他所提到的這個問題 這是非常切實 也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的修行人 很認真在修在修 但是卻沒有如實回來面對自己 所以他很認真在修 但是他落入在世間法裡面在修 而不知道 那這個禪陀比丘他是要走向初世間法 但是他卻是在世間法跟初世間法在那裡掙扎 這已經很維繫 不是說剛才講那個玉界 社界 不是玉界跟社界在哪裡抓取而已 這已經是進入到那個深層的那個自我生死存亡 陳德比丘他就是說 理論上我可以了解 我可以知道色無常 受想形色無常 一切無常 這個我知道 也就是說他體悟到無常法印 但是無我方面 他卻是理論上他可以接受 理論上他可以知道 但他看到他的內心裡面 確實在抗拒 也就是說他看到他內心裡面 卻一直要還是 那個自我還是一直要在抓 而且抗拒那個無常 怕無常 這是他有如實認真而如實回來反觀自己 才會這樣講 你不要以為說 我沒有這回事 我沒有這問題 你正到出國的人 你都還沒辦法去看到 那個內心裡面在抗拒無我 所以這是已經有正國以上的人 然後他繼續有如實回來看到內心在那裡拉著 他想跳進去 但是又怕 那他就問我說 如果說無我 那誰來正國 誰來建法 誰來體悟呢 所以他的這些都是代表很多眾生 學佛者那種很深的這些心理問題 上次講這裡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那個 什麼叫做我要成立的幾個條件 有沒有 講過了嗎 所以我們就不再從無講 這裡只是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什麼叫做三法印 眾生 眾生 苦海中的眾生三法印就是 無苦無常 苦無我 眾生 只要你還沒有解脫 你那個苦都存在著 只是你有沒有如實回來面對自己而已 你是在逃避呢 在麻醉呢 一般眾生是這樣 那個苦是存在的 但是都設法逃避 設法麻醉 讓自己看不到那些苦 讓自己不去解除那些苦 這樣知道吧 但是佛陀知道說 我這樣再怎麼做 我都逃避不了的 不管我逃到哪裡 那個苦 那個不安 永遠都存在著 老師 這個原始佛教這個三法印 跟那個中道實相講的那個觀念跟方式是一樣的嗎 你 這問題吧 你再講一遍 我是說這個三法印跟那個中道實相關是有相鋒嗎 方式是一樣的嗎 他的觀念跟方式是一樣的還是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這樣突然這樣問 這個問題 這沒辦法混在一起回答 因為這樣就沒辦法這樣回答 時間 所以這個問題時間大 因為這個問題以後要再回答 包括說要這方面 要包括前後經文都要一起看 不是說光這樣所能夠回答的 因為他中道實相關是 以後來才有 可是他也是一個佛教的一個 所以要看前後文 要看前後文 因為他含義都還很深 要看前後 包括我們講的中道 跟後來所講的中道就不一樣了 中道是你要看到未患 你要看到正反面 然後你才會有一個客觀的超然的智慧出來 那個叫中道 那個叫中道 實相是你要看到無常 看到無我 你要看到苦 你要看到疾 美 你要看到未 也要看到患 那個實相是說你要面面都要去看到 那叫實相關 那你能夠看到正反面 你能夠看到那個未跟患 你才會有超然的智慧出來 才不會成為那個境界奴隸 那個才叫做中道的智慧 OK 好 我們現在來看第四節 這一節很深 很精彩 但是這個一講的話 要半個小時以上 因為這一節它的含義非常深 大家現在先了解 因為這是從相出國 正出國 二國 三國 到四國 阿羅漢的整個那個心理路程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二十四尊告諸比丘 當說聖法應即見清靜 活頭就說 好 我現在要跟你們講聖法應即見清靜 地聽善師 你們要洗耳恭聽 要好好的去體味 要用心聽 若有比丘作是說 我於空三昧未有所得 而其無相無所有 离萬之見者莫作是說 活頭就講 如果有修行人他這樣說 我還沒有體正到空三昧未 這空三昧未 我們旁邊寫一個叫做空性 因為他這裡講的就是講空性 也就是說 活頭就講說 如果有人說 我還沒有體正到空性 但是我已經做到 我已經體悟到 我已經做到無相無所有 我已經離開我慢了 活頭說 這是錯誤的 這是不正確的 你不要有這種顛倒夢想的那種說法 所以則何 若空未得者而言 我得無相無所有 离萬之見者無有是處 活頭就講 你如果沒有見到空性 這個空性就是法性了 也就是無常法印了 如果你還沒有體正到那個空性的話 那你說 我已經體正無相無所有 离萬之見 活頭說 沒有這回事 你說共而無相無所有 那都只是世間禪定裡面的一種禪相而已 世禪八定裡面的一種禪相 也就是說 那只是一種世間定 你知道嗎 那只是一種世間定 也就是說那只是一種自我所想像 所創造出來的一種境界而已 再來 若有比丘作是說 我得空能起無相無所有离萬之見者 此則善說 活頭就講了 如果一個人他能夠得空 就是說他體悟到空性 體悟到法性 有見到法 他有體正到無常 有體悟到無常 有體悟到法印 我得空性能夠起無相無所有离萬之見者 此則善說 你這人如果說他能夠體悟到空性之後 那麼他能夠繼續起無相無所有离萬 離開種種萬 有這一種智慧見解 活頭說這是正確的 所以則何 若得空以能起無相無所有离萬之見者 是有是處 一個人要真的見法 他才能夠真的做到無相無所有离萬之見了 好 前面只是講個概略 後面雲何為聖地子幾見清清 那麼什麼叫做見解 也就是說那個見法 這個見是包括見法 知見 那個知見不是用理解的 而是要去體悟 體正的 那怎麼樣才叫做見清淨呢 這個見都是包括要開悟 你要見法 也就是法眼淨 怎樣才能夠法眼淨 見清淨呢 那比丘就請佛陀繼續啊 佛陀你是法根 法眼 法意 為怨為縮啊 諸比丘聞說法語如說不行 請佛陀你繼續深入的開示 那我們會如是地去做 去體悟 去實修實證的 佛陀就告訴大家 若比丘於空閒處樹下做善觀色無常 磨媚 离遇之法 如是觀察受想形式無常 磨媚 离遇之法 觀察彼因無常 离遇 磨媚 离遇之法 觀察彼因無常 磨媚 不堅固 便亦法 心熱 清淨 解脫 視明為空 如是觀察亦不能離半之見清淨 注意喔 這裡開始越來越深入喔 佛陀這裡就提到就是說 你要在禪修 你要止觀雙雲的情況之下 深度地去善觀色無常 深度地去體悟色界一切的無常 磨媚 离遇之法 這裡的色無常 包括我們前幾天有跟大家講 大家要融入那個各種的聲音裡面 觀音 法門 有沒有 你要去體會那個色界的一切無常 聲音一樣都是一直在無常生命變化 即生即美 所以你要去體會觀色無常 磨媚 离遇之法 如是觀察受想行事 無常磨媚 离遇之法 觀察比因無常磨媚 不堅固便亦法 心熱 清淨 解脫 視明為空 你看喔 包括說一個我們所講的觀音法門 跟外面的一般的修法的觀音法門不一樣了 我們的觀音就是你要慢慢地去體會 你要放空 然後讓它穿流而過 這些聲音都是在告訴你 極生極美 極生極美 都在告訴你 無常的法音 所有的聲音都是在宣說 無上甚深微妙法 所有的色界都在告訴你 無上甚深微妙法 無常的法音 如果你這樣慢慢地去體悟 去體正道 哇 你有所體悟了 見道法 然後這時候你心熱 內心感到很快樂 很清靜 一直在浸泡在那個無常的法音裡面 這時候你有那種解脫的覺受 這一次參修的時候就有人來講 就是說他體會到那種情況 他覺得那種解脫樂就會產生 真的就是 當然這是一時解脫 這還沒有究竟解脫 心熱 清靜 解脫 視明為空 如是觀者亦不能離半之間清靜 注意這裡所講的空 是講你體正道空性的 注意 所以很多不了解就以為說 這已經是那個內盤無尾空 那個空 不一樣的 這是體悟到空性 也就是說體悟到法印 體悟到法性 我們講說明心見性 那個見性指的就是見到這個無常法印 體悟到空 空性 如是觀者亦不能離半之間清靜 但是大家知道 就算你體悟到這樣 你還是沒有離開我慢 你的之間還沒有真正清靜 這樣子 這裡我們可以把它暫定說 這個叫做正道出國 如果一個人他能夠見到法 見到空性 能夠斷三節的話 這叫正道出國 你要正常個人一定要體正到無常法印 要見到空性 那你如果能夠有斷三節 包括那個深見節 儀節 這些三節你能夠斷除的話 那這個才叫做正出國 但是你不要以為說 那我這樣我就已經大事已了了 要知道 亦不能離半之間清靜 那個我慢還沒有斷 所以我們這次有引導協助大家 你要慢慢去看到那個意念 那個起心動念 那個自我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就是要讓你能夠慢慢去深入去看到 富有正思為三昧 觀色相段 生相位處法相段 四明無相 如是觀者 由未離半之見清靜 你看喔 這裡你又繼續再用功 繼續再深入 然後你已經觀到色相段 色生相位處法 這些相已經斷了 四明無相 什麼叫無相 這裡含意很深喔 這裡無相喔 不是說我都沒看到什麼東西 不是那個無相 這裡無相告訴我們就是說 比如說那個聲音 你看包括你說聽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鳥叫聲 禪鳴叫聲 聲音它一直穿流而過 穿流而過 一直流過 流過 你以前你會很喜歡聽那個鳥叫聲 然後你會一直在抓著那個鳥叫聲 那個鳥叫聲的像就在你腦海中 這就有像若韻在你的腦海中 那你會覺得這個鳥叫聲好好聽 然後我希望它沒有叫 你又在等著它叫 這樣知道嗎 你去抓那個像 那個像就是一個現象界的產生 那個像產生 那你現在它沒有叫的時候 你會希望它有 它有的時候 你會在那裡陶醉 你會在那裡抓取它 再來 如果那個火車聲太大聲的話 那是一個像 你一開始會 真是 很不喜歡的那個聲音 又來了 這麼吵 它是個像過來 一個聲音過來 然後你覺得它對你是一種 你覺得它的火車聲音 對你是一種感到 你會不喜歡 所以你看看 那也是一個像的產生 那個像 只是它是不可意境 不可意境 你又被這個像 被插到 有沒有 所以那個像對你來講 它又在你腦海中 裏面若一個不可意境的那個像又產生 所以當它那個火車聲音太大聲的時候 你又在那裡 起抗拒的心 起煩惱 有沒有 這個要去體會到 要去體會到 要去看到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會被種種像所束縛住 老師一直在講說 先放空 飲不去 那個飲就是喜歡鳥聲 去就是火車聲 對 對 如果你有飲有聚 你的飲就是喜歡 你要去找你的藥 那個鳥叫聲 你很喜歡 那你聚 你就是去抗拒那種火車聲 那你能夠真的放空 不影不聚 那個鳥叫聲 過過讓它過 火車聲也是讓它過 這樣有像也是無像 這個才叫做色相段 聲相段 這樣知道嗎 那個境界 沒自己戒到 你也沒去念到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是說那個像都沒出來 不是說都沒聲 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這個叫做聲相段 關入一個黑壓壓的地方 都沒有種種色 叫做無色 不是這樣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 一個人能夠慢慢地進入到 色相段 聲相畏觸 髮相段 視明無像 如視觀者 猶未離半 直見情景 你能夠真的進入到那個 就是指觀雙眼 空的世界 然後你讓種種境界 穿流而過 你不影不聚 這時候聲音 以前可以的境界 現在也不會干擾你 以前不可以的境界 也不會阻礙你 所以這時候種種的像 有存在也等於沒有 這個叫做聲相段 其他一種類推 這樣知道嗎 但是你正到這種情況 你還是 由未離半 直見情景 你還是沒有斷我慢 還沒有真正正到無我 還沒有直見情景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暫定說 如果一個人他能夠穩定在這種情況之下 隨時他可入可出 他隨時能夠體悟到這種 體正到這種無像方面 我們這個叫做他能夠正到二國 暫定 我們把他暫定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了解 這個他可以說正到二國 那你看一個人如果能夠進入在這種無像世界的話 那他怎麼樣呢 他的貪 撐 也會淡薄 而且那個身見 沒有 那個我直 我是我能 我慢那些 那都是大大的降腐柔軟 因為他已經進入在那個無常法院裡面 所以那個疑劫也都破除了 因為他就浸泡在無常法流裡面 他深深地體悟到整個都是現象界一切存在 都是在流動 都是在變化 能夠了解到已經不錯了 這已經 你因為有禪修 你已經有體驗到部分 但這一次已經有人他能夠有少分的這種體悟 他已經能夠入 但是還不穩定 那這個都是要慢慢繼續再下功夫的 好 講到這裡 我們剛好就說 這一次禪修救人 他覺得說他能夠體悟到空 他覺得說那個聲音 他這樣覺得 哇 真的進入到那種有絕 那就是說那種保持明覺 然後放空的情況 然後各種聲音就穿流了過 他覺得說那種世界真的很好 體悟到那種法流 三法院 然後這位同修他來參的時候 他就提到說 那我到後來敲慶的時候 就叮的一聲 這個一聲讓我產生像觸電的感覺 那他問我說那這是為什麼呢 所以那時候我就回答說 因為那個聲音他一撞到牆壁 沒有禪修過 沒有實修過就不容易 你有進入那種情況 當我一講說因為他撞到牆壁 這位學員他就一直笑 老師你做過測試 就是當你在禪慶當中的時候 如果聽到外人的聲音 你的老婆會有 就是像你講的 他身體會有一個自然的反應出來 但是我跟你講 你那個能夠測試的出來 那些都是屬於事堅定的 能夠用儀器測試那些 那是屬於事堅定的 就是他沒有測驗過那個欺藏的高深 反正這些你能夠用測得出來的那些 儀器他不可能測到精神 精神那個無色界方面的 儀器他只能夠測到色界方面的 所以因為這是無色界的那種心方面的這些 你那個有沒有我慢 還有沒有自我 這個是它是很維繫的 你要實際的進入裡面 然後當你還有我的時候 還有那個自我還在 他一進來 當一些境界進來的時候 他有時候比較大衝擊的時候 你就會有起比較明顯的反應 所以那個就是撞到牆的意思 也就是說還沒有真正的空 還沒有真正的無我 所以這個也叫做說 由畏離萬之見清靜 這樣知道吧 那個自我還在 可是如果那個能夠測得出來 那就用 像那個世界級的用測驗的方法 對啊 對啊 所以你能夠用儀器測得出來的 你因為很多微妙的這些那種精神 很多那種微妙的這些無色界 儀器你沒辦法測出來的 好 也就是說你能夠測一般是這樣 世間法的定 世間法的禪定 你進入到什麼樣的情況 你腦波進入到什麼樣的情況 這可以測 但這些只能夠測世間法的定 所以外面也有一些人 他能夠 因為我遇到一個人 他就拿一種儀器 然後他說我這可以測腦波 我這可以測一個人進入到 什麼樣的定的狀態狀況這些 你能夠測、你能夠解析 那你又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怎麼樣 你解脫了嗎 老師對不起 因為那時候我在參修的時候 那有人說他可以感覺到老師的慈善 那那是什麼 這是一個人 當你漸漸的 因為你越靈近的時候 你那個敏感度會越高 當我比較靠近我走過的時候 那你會感受到一種那種慈善 那我們講比較具體一點就是說 你本來 我如果翻紙張或是拿紙張的這個聲音 你本來你聽不到 但是當你在參修的時候 我會稍微一點點聲音 你就很清楚 這樣知道嗎 當我本來你不會感覺到 但是當你在參修的時候 我走過你附近走到你旁邊 有一股熱能 有一個磁場 那你就會感受到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說我們要提高我們的那個敏絕度 敏絕度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平常很不錯 我們這一次禪修之後 有幾位同修都很認真的反應 然後有的就講說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我的心是這麼的粗 原來我是這麼的我直 我慢這麼強 不錯 這都是大家有如此回來 認真在看自己 有看到自己的不足 這都很好 我回到一個問題 空不容易空性 空不容易空性 那我們直上 外面再講靈性漸性 您那個心就老師叫我們觀到那個細心動念的心 性就是老師剛才講的空性 無常發生 對 原生原異的心 對 所以明心 我們那個 子觀 你心讓你靜下來 讓你開發你的明覺 正知你當下的這些動作 這都是屬於明心的過程而已 磨那個靜子 讓你走可以更明 因為本來我們的感覺都很粗鈍 那就是說要讓我們的心能夠夠明 我們心的覺察力夠明 這樣再來你才能夠去見到法性 才能夠去見性是見到法性 見到實相 見到真理 不是去見到一個 我裡面的一個自性 那我們這一次有引導大家 就是說你要去看到那個自我 你要去看到那個影子 就是在看到那個本尊 這個很深 所以我用叔叔的方法來講 靜心見你就是清盈你的晚念之物 然後能升官無常法印 對 能夠去體正到法印 你能夠體正到實相 你才會遠離顛倒夢想 你才會遠離顛倒夢想 OK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負有正思為三昧觀察 你看這個正思為三昧 這個都是只觀雙韻 你一定要正思為三昧 你看這個就是告訴你 你要只觀雙韻 而且要再出產 至少你要有這種出產的這種情 三昧就是定 三昧就是定 負有正思為三昧觀察 貪相斷 稱惠吃相斷 視靈無所有 如是觀者 猶未禮辦之見清靜 這時候一個人他又繼續用功 繼續深入 然後他覺得 我的貪身吃我都已經有看到了 然後我已經斷了 記得你還沒有正出國以前 你有貪身吃大部分人是看不到 你有如是回來反觀自己 如是回來面對自己 你才能夠看到貪身吃 這時是看到貪身吃 再來你要能夠繼續用功 要能夠斷掉貪身吃 這就是正果的刺激就是這樣 那十個節一個一個節慢慢地斷掉 一個人他覺得說 他已經能夠觀察到他的貪身吃已經斷了 所以視靈無所有 這個就進入到無所有的世界 進入到無所有的境界情況這樣 因為他已經沒有覺得說沒有貪 沒有撐 沒有吃 如是觀者猶未禮辦之見清靜 這很親密 我們前面有講到說貪身吃斷 貪身吃永盡無語 這裡就是滅盡解脫 就是阿羅漢 有沒有 但是這裡有提到就是說 一個人能夠觀察到貪相斷 稱會相斷 視靈無所有 如是觀者有為禮辦之見清靜 這裡要知道就是說 他是觀察到貪身吃斷 但他還沒有到達貪身吃的永盡無語 永盡 就是不是我名字那個永盡 是那個禁除的那個禁斷 貪身吃你要永盡無語 那這種情況呢 經典裡面這裡所提的這種情況就是說 他看到那個貪身吃斷 但事實上還沒有徹底的斷 只是說我這一段期間我都沒有貪身吃 我一天個禮拜都沒有貪身吃 我一個月都沒有展現貪身吃 他覺得說我是解脫自在 但是佛陀講 這是進入無所有 更具體的指出來 有為禮辦 還沒有直見清靜 為什麼呢 為什麼 沒有斷我辦這是不錯 能不能再講具體點 能不能再講具體點 什麼影子 對 不錯 這就是一個人 他前面他已經是五下分解已經斷 但到這裡的話算是一種正道三國的人 正道三國的人 他就說我貪身吃已經斷了 我什麼 我這樣已經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我是 我是煥行清靜者 我是禮當受人鼎禮 受人恭敬 我是修行者 那我可以受人 受人 應該要受人的鼎禮 我是人天師表 我是人家的模範 這裡面 他認為說他已經斷這些 但是那個深層的那個我慢 那還沒有斷 那個自我影子 自我還在背面作祟 還沒有看到 這就是五上分解還沒有斷的意思 五上分解後面那兩個解就是我慢跟無明解 那你看正道三國的人 他那個自我那個本尊還沒有看到 還沒有清楚看到 還沒有清楚看到 這樣子 也就是說出國到三國 都還是用自我在修行的世界 有一句話叫做以慢斷慢 這樣知道吧 他前面這裡所講的說 我貪 貪稱吃都斷 我就斷貪 斷稱斷吃 但要知道 那是一種以慢斷慢 因為這算是很親密的地方 我們大家要慢慢認真 用講義味 你就可以知道 前面的那個五下分解那些斷 這個都是要斷的 所以以慢斷慢 你種種的那個生間結 貪稱吃這些 你都要去斷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去看到 背後還有那個自我 還有那個慢 這些都是告訴你自我 還有我慢 再來還有一種 還是在有違法 還有還是在有修有正有德 有修有正有德的階段 所以到這種情況他最高的經驗 他還可以來正到三國 正到三國 但是他頂多他是看到那個自我的影子 自我本尊還沒有清楚看到 本尊就是這個慢 他用那個本尊在斷那些影子 這個影子就是 貪稱吃慢移五蓋那些 對 還沒有大阿羅漢 這樣知道吧 也就是說五上分解還沒有斷 所以最後這個本尊這個問題 就是五上分解要斷的 他現在斷前面這些 這樣知道 貪稱吃五蓋慢移那些 那就是 這個就是 我們這樣 因為大家有禪修過 所以我們就可以講根深點 大家就可以了解 這就是本尊 這邊的 這是影子 所以從出國 二國 三國 正到三國的人 如果你沒有繼續用功 你都不知道 你是在用慢斷慢 你還在自我有違法 有修有正有德的世界 所以你會認為說 我的修行境界很高 我理所當然受人家供養 我理所當然受人家的那種頂禮膜拜 我是聖者 我是犯行清淨的聖者 如果你還有認為說 你修行境界很高 如果你還有認為說 你修行境界很高 你是犯行清淨的聖者 你是聖人 你要去看到 那個自我的影子 但是我告訴你 因為這已經是正到三國的境界了 後面這裡所講的 五孝芬姊他都要等著 再來要繼續用功 所以我們就跟大家提到就是說 大家要有非達目的 絕不中止的決心 要有佛陀那種魄力決心 這樣你才不會到最後這個還是有卡住 因為這個算是很深的地方 這不容易看到 那我們這一次在禪修的時候 也有用一些方法 讓大家慢慢地去看到那個影子 再進一步 在深一層去看到 只要你心過靈靜的話 你就可以去看到那個本尊就漸漸出現 你能夠清楚看到 你才有可能斷 這樣子喔 OK 好 所以火頭就告訴大家說 你這種情況上來這樣 就要你爭到三國 但是你還是沒有黎曼 還沒有之間清淨 這裡也就是有一句話叫做 就是說他能夠已經做到法空 但是怎麼樣 有一句話叫做法空 但是怎麼樣 我還不空 它已經做到正到這個法空 但是這個我還不空 也就是說那個自我還沒有死 好 富有正思為三昧 觀察我所從何而生 你看這時候他又繼續在深入 要去看到 這時候是要來面對這個本尊 到底這個我 我一直瞭解無我無我 但是我卻一直發現 那個自我還是存在 那個影子還是存在 那個自我還是存在 因為怎麼樣 只要你自我還存在的話 那個苦 那個不安 它就一定存在 唯有你真正做到無我 你才會跟這個熔如不生不死的世界 才會整個十項 整個宇宙合而一體 只要你還有自我 你就 頂多你是怎麼樣呢 萬法歸一 你還不知意歸何處 因為那個一還沒有消失 那個自我還沒有消失 這樣知道吧 所以你就算你能夠萬法歸一 這些全部都斷掉了 歸一了 但是你還是不知意歸何處 所以那個不安 那個苦都還繼續存在著 所以說就算你修正道三國 你還是五上分解還沒有斷 所以要繼續用功 再來他就是要面對 如此再去找尋 我怎麼樣才能夠真正正道志 那個正道阿羅漢 怎麼樣才能夠真正把這個提升到無我 做到無我 所以繼續觀察我 我所從何而生 然後觀察我 我所從若見 入吻 若秀 若常 若觸 若視而生 這就是一方面迪卡爾所講的那一種 我是故我在 那我們用大家比較容易了解就是說 你那個我是我能我慢 你是要在怎麼樣 你是要在立元對境裡面 它處處會顯露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從見 文 秀 長 促 這個都是告訴你 在立元對境的時候 都會顯現出來 你認為你修行境界很高 好了 你開始靈重了 開始人家叫你頂禮了 向你跪拜了 然後你又成為一個大師了 你有沒有去看到 你那個我是我能我慢 我是修行者 我是煩行清淨者 我是聖人 我理所當然 受人家頂禮 你有沒有去看到那個我是我能